我感觸很深 因为当初我考华航的时候 你知道吗 每一个空姐 第一个都要上台讲几句话 讲一分钟的话 我第一句话是这样子讲 因为你为什么要来考空姐 你要讲一句 你为什么要来 那我就说了 我说 伯父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那么我就觉得空姐 还有五星级饭店 就真的是直接做一个服务 我说这是最直接 最能够表达我们的一个服务精神 所以我是这样子考进华航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以服务的精神 那今天是罢工也好 罢工可能也就是为了某一方面的服务 对不对 为了某一方面的大家争取一些权益 那么在大家用这个深深的一个智慧 然后看看大家怎么样子 坐下来好好的谈 不要说因为受外界的影响 你看你自己心里面真的是要什么 要真诚的面对自己 这是最重要 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谁 还是受了其他的人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要为自己负责 因为将来你做过这件事情 将来你对你的孩子 你觉得你说得过去吗 你可以把事实陈述给你的孩子 还是你做的事情如果正确 你可以直接的陈述 如果做的是不正确 你可能要讲另外一个谎言 来掩盖你这个 你做了一个不正确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你将来自己做一个 人格特质的一个表现 谢谢 心痛吗 非常心痛 心里在滴血 今天如果真的人数不够的话 我们真的可以来往后飞 我们可以不要一分钱 等他们复工 飞到他们复工为止 我们都愿意 我相信我们做的不会比他们差 谢谢 我一直在公司上班 我工作时间可以10到16个钟头以上 星期六我可以全天 我星期天可以全天 我在我的职场里面 就是能够做到这样 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到 人在府中要自服 那就是因为你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 前程之界 你可以看古书 你可以看现在这么多伟人的故事 现在的成功的企业家 现在的领导人物 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那我觉得要跟他们学习 不要因为自己错了才学习到 聪明的人士 今天不是没有历史 今天这么多成功的人 这么多的故事 为什么不跟他们学呢 不要自己错了 然后才知道 原来我白白的浪费了 我多好的年 多好的时间 这么这么 我觉得真的是很心 心痛都不晓得讲什么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今天会发生 所以这个事情 我希望大家真的 静下心来 好好的谈 好不好 感谢 好 跟大家报告 现在因为我在这边上班 我上班我每天 常常可以碰到都是各国的总统 还有各国的元首 还有每一个大企业公司的老板 都会来到我这个职场 今天我是以个人的身份 所以我不要讲我在哪里上班 那我每天都是准备好 我每天都是穿着整整机器 随时可以拍照 像今天说临时要来 叫我们讲几句话 我就今天就来了 我们不用刻意的打扮 因为我们平常随时准备好 很多的事情 不管你要正面的 负面的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面对 因为我们的人生的历练 是从很多的角度里面经验来的 OK 所以我在想 对 好不好 所以说没有问题 能够回来飞的人 我们可以随时给他们复习 飞到 假如说真的人手不够 我们愿意来飞 而且不要拿薪水 飞到大家复职为止 好不好 谢谢 现在看到佛行 这么多内耗的部分 大概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内耗的部分 我觉得好像这个感觉 我就觉得 好像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所以我还是不是很懂 那所以我就希望 大家是不是可以 再去回心思考一下 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 你信耶稣 请你去问一下上帝 如果你信佛教 请你去问一下菩萨 然后你没有任何宗教 没有关系 问自己的良知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人要对自己要真诚 做这件事情是真的好 还是骗骗自己的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 人文素养的底蕴 就在这个时候 可以展现出来 谢谢 学姐那不好意思 像如果他们签了 这个约定书 第84支一条 同意的话 他们工时最高 一个月可上达 220个小时 那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反对的这个诉求 有没有了解 就是说会不会也感同身受 这条我不清楚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突然来的 细节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我觉得 有智慧的人跟没有智慧的人 做法是不一样的 我就希望我们选择 比较有智慧的方式 去做这些事情 你刚刚讲工时的事情 你说可以飞200多个钟头啊 就一个月 他们是认为说 就是这个 签了这个84支一条的约定书之后 那就等同于说 他们一个月工时 可上达220个小时 那飞那么久吗 因此这是他们反对 对应照民航法规 而且要看你的身体的承受 是不是可以 有的人能够承受 有的人不能够承受 所以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 他们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对 所以出来罢工 不希望飞时间长 还是不希望飞时间短 不希望飞时间这么长 不希望时间长 你们等一下忙自己的办法 OK 对 好 对 这个真的要看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所以都有一定的标准 好吧 这个我们另外再来讨论 谢谢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开始 当然没有时间 好 谢谢 谢谢